今晚 新生正式开播 这部由深奥指导 景博然 周依然领衔主演的犯罪悬疑剧将带你进入一个充满信息差和时间差的诈骗世界 与此同时 危暗之火 钟徐毅 被杀案的悬疑仍在持续 南亚能否脱罪 真相究竟如何 此外 新生改编自悬疑小说《废可的晚宴》讲述了女记者和山受邀参加《废可的追思会》 与同时 受邀出现的五位陌生人展开回溯 逐步揭开关于《废可真相》的故事 这部剧能否比危暗之火更烧脑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当今娱乐圈中 演唱会无疑成为了艺人与粉丝之间最直接的互动方式之一 从腾讯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歌手的演唱会受欢迎程度千差万别 而聚俊叶的演唱会则显得颇为特别 他不仅破纪录的成为了家庭聚会 还有传言称S妈包了半场的票 这无疑为这位艺人增添了不少话题 聚俊叶 这位曾经在韩国乐坛小有名气的歌手 由于种种原因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然而 他与大S的婚姻让他再次成为了焦点 尽管他试图通过在台北举办演唱会来重振声势 但最终的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据悉 这场只能容纳400人的小型演唱会 票价仅为280多元人民币 直到开唱前几天都未能完全受庆 演唱会现场更是被网友戏称为家庭聚会 而大S的家人和亲戚似乎成了现场的主力军 这场演唱会的门票销售情况和现场反响 似乎在无声中告诉聚俊叶 他的人气已经不在 相比之下 王心灵的演唱会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同样来自腾讯的报道显示 王心灵的Sugar H.I.G.H.世界巡回演唱会 在武汉站的表现堪称惊艳 成为了五一期间的热门景点 这已经是巡演的第25场 但热度不减反增 一票难求的情况 更是让许多粉丝望票心叹 王心灵不仅带来了全新的造型和舞台效果 他与粉丝的互动也让每一场演唱会 都充满了温馨和惊喜 这种持续的热度和粉丝的热情支持 无疑是每位艺人梦寐以求的 在电视剧领域 腾讯报道了庆余年二最新海报的曝光 这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将在CCTV八黄金档播出 庆余年系列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丰富的人物塑造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第二季的回归 无疑将再次掀起一波追剧热潮 主演张若云再次扮演身世神秘的少年范贤 预计将带给观众更多精彩的故事和深刻的人物演绎 从剧俊叶的演唱会到王心灵的巡回演唱会 再到电视剧庆余年二的热烈期待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音乐还是影视领域 艺人与作品能否获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都与其本身的魅力 作品的质量 以及与粉丝的互动密不可分 在变幻莫测的娱乐圈 能够持续获得观众喜爱的艺人和作品 无疑具有不凡的实力和魅力 在缤纷炫目的娱乐圈中 明星的私生活总是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 近期腾讯媒体带来了一则震撼的消息 黄晓明和Angela Baby 疑似复合的消息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波澜 两人自离婚后鲜少公开同框 此次携手带着儿子小海绵逛迪士尼的画面 无疑给了外界无限的遐想空间 穿着情侣装的两人虽然在公开场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却依旧让人感受到了一家人团聚的温馨 尽管两人的关系如何 这次的合体出游至少在孩子面前展现了和谐的家庭氛围 也许这就是他们作为父母共同的责任和选择 而在另一端 腾讯媒体又带来了关于胖猫弹竹事件的最新进展 21岁的游戏带恋胖猫因情感受挫走上了绝路 这件事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胖猫的女友弹竹在两年时间里收了胖猫51万 却仅见面两次 这样的事实让人唏嘘不已 而随着事件的发酵 知名主持人图磊也被卷入了风波中 他过往的一些不当言论被网友翻出 并加以举报 引发了一场关于情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 图磊曾经的一些观点 在这次事件中被放大审视 引发了对于爱情金钱与责任的深思 在娱乐圈的另一个角落 腾讯媒体报道了 春色寄情人 这部都是爱情剧的温暖收官 刘林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廖涛 用他那坚韧不拔 传递朴素生活智慧的形象 赢得了观众的极大共鸣 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时 廖涛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积极学习新知识 扩大自己的生意 用自己的实力改变了周围人的看法 刘林精湛的演技 让这个角色生动鲜活 他的每一次表演 都让观众感受到 角色背后的生命力 和对生活的热爱 这样的故事和角色 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感动 也传递出了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从黄晓明和Angela Baby的疑似复合 到胖猫弹竹事件引发的社会讨论 再到春色季情人中流临 对女性角色的深刻演绎 这些不同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 展现了娱乐圈多样化的面貌 每个人物背后的故事 无不触动人心 引人深思 无论是明星的私生活 还是电视剧中的虚构人物 他们的故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影响着公众的情感和价值观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答案 而娱乐圈的这些故事 正是这个时代最生动的主角 在娱乐圈中 张柏芝的感情生活 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近日 腾讯报道称 张柏芝已与内地影视投资商孙东海秘密领证 让外界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星的私生活 再次充满了好奇 孙东海这个名字 虽然在大众面前不如张柏芝响亮 但她的商业成就和绯闻故事 却同样引人注目 她与李小冉的四年关系 以及后来与樱桃的绯闻 都曾一度成为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孙东海的故事 似乎也印证了那句老话 背后的男人也有自己的故事 而在另一边 林家川的故事 则展现了一个演员的坚持与逆袭 据腾讯报道 林家川经过16年的跑龙套 终于凭借狂飙中的角色走红 成为了观众心中的不拼爹典范 从一个患有口吃的小男孩 到北颖的优秀毕业生 再到长时间默默无闻的跑龙套 林家川的故事充满了励志元素 她的成功证明了 只要不放弃 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内 闯出一片天地 甲冰的故事 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喜剧演员的成长轨迹 腾讯的报道指出 甲冰在《末路狂花钱》中的出色表现 不仅让他在五一档电影中脱颖而出 更让他有望成为继沈腾之后的 又一喜剧明星 甲冰的表演既有深度 又不失喜剧效果 他在片中展现的油腻形象 以及通过角色传达的深层次人文关怀 都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成长空间 这三个故事 虽然主人公各不相同 但都展现了娱乐圈中人物背后的努力与坚持 无论是张柏芝在感情路上的坎坎 林家川在演艺道路上的不懈追求 还是甲冰在喜剧领域的不断突破 他们的故事都给予了我们不同的启示 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背后 每个成功的故事都不容易 每份成就都来之不易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 都不应放弃追求自己的梦想 正如林家川、甲冰、张柏芝他们所展现的那样 只要坚持不懈 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繁忙而又充满期待的影视圈 每一部作品的上映都是一场盛大的盛事 而对于观众来说 新剧的播出无疑是一次次心灵的盛宴 最近 《庆余年2》的即将开播成为了热门话题 据腾讯报道 这部备受期待的续集 将于近期登陆央巴黄金档 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庆余年》第一季的成功 让这部作品的每一个角色 都成为了观众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张若云、李沁、陈道明等主演的精彩表现 让这部剧成为了2019年的爆款 而第二季的到来 不仅是故事的延续 更是角色成长的见证 特别是李沁饰演的林婉儿 以其独特的魅力 成为了许多观众的新头号 新加入的七位美女 金晨、于飞红、高禄等 无疑为这部剧增添了更多看点 她们是否能挑战李沁的地位 成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 郭碧婷的参加乘风破浪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腾讯报道 郭碧婷以其独特的另类松弛感和对生活的淡然态度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不仅在节目中展现了自己的真实生活 更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比赛 展现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 这种态度也让她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另一方面 电影界也在经历着她自己的战役 火锅和月亮的票房之争 成为了业界的焦点 据腾讯报道 两部电影的制片人之间的公开讽刺 让这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月亮的制片人公开表示 即使电影扑街也绝不撤当 展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态度 而火锅的撤当则引起了业内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对这种做法表示了不满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艺术的魅力 庆余年二的精彩故事 郭碧婷在《乘风破浪》中的独特表现 以及火锅和月亮之间的票房之争 都是这个时代多彩多姿的一部分 他们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觉 和心灵的享受 更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反应和思考 在未来 我们期待着更多这样精彩分成的作品 让我们的生活因艺术而更加丰富多彩 在娱乐圈的璀璨星河中 有些星星暗淡下去 不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或许以为他们只是暂时离开了舞台 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腾讯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了十位曾经闪耀的明星 他们的离去让无数的粉丝感到惋惜和不舍 文星宇 这位让我们在 家有儿女中感受到爷爷温暖的演员 2007年因病离世 留下了他的经典形象和温暖的回忆 杜宇璐 这位在宫廷剧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员 2020年因肺癌离世 结束了他40年的演艺生涯 廖启志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坚持 成为了金像奖的常客 2021年因胃癌去世 让人感到惋惜 吴耀瀚 这位黄金配角 在2023年离开了我们 留下了他丰富多彩的角色 凤飞飞 宝岛著名歌手 2012年因肺癌过世 他甜美的歌声 涌流人间 黄婉秋 扮演过经典的刘三姐 2023年离世 结束了他的传奇一生 于子明 曾经的江子牙 2022年离开了我们 留下了他的经典形象 陆树明 扮演过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2022年去世 让人唏嘘 李静飞 扮演张飞的演员 也在陆树明离世不久后 离开了人世 倪匡 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2022年因病去世 结束了他多彩的一生 这些明星 或许在我们的记忆中 逐渐模糊 但他们的作品和影响 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他们的离去 提醒我们珍惜 每一位艺术家的贡献 以及他们为这个世界 带来的美好 而在悬疑剧的世界里 腾讯也带我们进入了 新生的神秘故事 这部改编自 洛家小说 《费可的晚宴》的剧集 讲述了女记者 何山和五位陌生人 在一个追思会上 逐步揭开了 关于费可的真相 这部剧集由景博然 周依然等人主演 展开了一场 关于身份 欺骗和真相的追寻 新生的故事 设置充满悬念 每个角色 都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动机 构成了一个 错综复杂的谜团 《费可》 这个神秘的人物 以其多面的身份和计谋 牵动着每个人的命运 而这场追思会 成为了揭开真相的关键 随着故事的深入 观众将被带入一个 充满信息差和时间差的世界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 解开谜团的线索 与《危案之火》相比 新生在悬疑度和烧脑度上 或许有所不同 但他以独特的叙事方式 和深刻的主题 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从新生的故事中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人性的复杂 也能感受到 对真相的渴望和追求 这部剧集 就像是一场 精心设计的晚宴 邀请观众一同探寻 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秘密 无论是离我们而去的明星 还是悬疑剧中的复杂故事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生命的脆弱和艺术的魅力 在娱乐的世界里 每一个故事都值得我们 去细细品味和记住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收南 就跟我们的 biography